現在智慧型手機很進步了 就按那個螢幕正下方那圓圈那裡 按個幾秒 然後跑出來 OK Google 語音助理就說 就對著手機說 OK Google 請幫忙搜尋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就不必到那個什麼Google 網址欄打輸入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這個網頁的網址欄的網址 還有是Google搜尋欄的 打那個字串都不必了 好厲害 智慧型手機 OK Google 語音助理 會很多做很多事情 導航 提醒發檢訊 提醒打電話 還有訂那個 鬧鐘時間 路線導航 問哪個研究所 哪個大學在哪裡 然後附近有什麼圖書館 電影院啊 什麼餐飲店啊 好多你 還可以一問一答 問知識 回答你 還問醫學的 說什麼病 有什麼藥方 治療什麼病 參考資料影片 好厲害哦 成語 可能也可以幫你找出來 歷史 都可以 厲害哦 OK Google 贏助 還可以報告天氣 天氣 他說 請幫忙搜尋YouTube YouTube 網站 YouTube社會服務 網路電視台 然後我就幫你 連到那個網路電視台 申請YouTube帳號 就可以經營網路電視台 到場影片都送上去 然後可以分類的話 就是做播放清單 自己沒有拍影片 也可以從網路的影片裡面去找 找到影片以後 又 又在右邊哦 有那三個點 直行的 按下去就可以做 編輯 可以加入自己的播放清單 就是針對網路影片資源 來做篩限 做管理 建立播放清單 自己雖然沒有拍影片 上傳影片 也可以有建立播放清單 然後在Facebook 網站 自己有一個網頁的話 然後可以分享給朋友 哦 這樣就可以經營網路電視台 哦 你看 音樂人數如果達到一千人 觀看時間要幾千個小時 可以到YouTube網站去參考 哦 可以允許廣告 按你的網站 加頻道 加入廣告 那就可以經營了